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姜小的话也不像是假的 她把自己拍到的照片发给了我 周延青有些模糊 但还是能从轮廓一眼认出 至于那个女孩特别清晰 黑长直的头发 娇俏的小脸 虽然有些苍白 但依旧好看 我匆匆一瞥 准备退出 突然愣住 几秒钟的停顿后 我将那张照片慢慢放大 小小 嗯 你先别慌出轨的 可能不是周延青 你说什么 出轨的大概是许燕周 晚上八点许燕周 带着醒醒回来了 小家伙一看到我 就往我怀里扑 妈妈 今天书法课的奖励 我是要送给你的哟 真的 是什么呀 是这个 小家伙摊开手里面 是一枚戒指 小女生用来打扮娃娃的玩具戒指 粉红色上面 嵌着一朵小花 呀 真漂亮 谢谢醒醒 我把戒指带到了小拇指 小家伙一脸骄傲 许燕周站在一旁 浅笑着看着我们互动 一路上攥得紧紧的 就怕掉了 真是亲生的 和亲自生的不一样 我每天接送 怎么就没这待遇 因为妈妈是家里的老大呀 许燕周失笑 行 那你跟妈妈乖乖在家 爸爸要出门了 说完他看向我 那我走了 晚上可能回来的比较晚 不用等我 我嗡了声 开车慢点 对了 刚才小小打电话 说联系不到周延青 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 延青 小小找他有事吗 我轻笑一声 你这话说的 人家妻子找丈夫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许燕周的猴姐滚动了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 延青帮我去机场接人了 接谁 甲方的 我这会就是过去应酬 我点点头 行 那你让周延青给小小回个电话 别让他担心 好 许燕周说着 靠近我想要亲我 被我躲开 孩子还在呢 他一脸无奈 那我走了 关门声响 我的脸色冷了下去 许燕周演示得很好 从头到尾 没有一点异常 可他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在临走前 想要亲我一下 这样的临别吻 我们已经有将近五年 没有做过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再加上那个女孩 我很确定我见过她 就在一年前在我们家 那段时间是暑假 我带着醒醒 住在我父母家 半夜的时候 醒醒突然发烧 我给许燕周打电话 没人接 就自己开车 带着醒醒去了医院 咽血 书页 观察 等到醒醒退了烧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 困乏交加的我 直接回了家 把醒醒放到儿童房后 我回了主卧 床上的人 似乎被开门声吵醒 他一边开灯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老板 今天你怎么这么早 灯光亮起 四目相对 我脸色暗沉 他捂着自己尖叫出声 许燕周 是在警察之后到来的 警察是他叫的 说有人私闯民宅 许燕周也是他叫的 哭哭啼啼说 自己被吓到了 在警察被许燕周 打发走后 我从他兜里 掏走了他的手机 许燕周想阻拦 被我冰冷的目光逼退 你的事情你处理好 要是吵醒了醒醒 我跟你没完 儿童房里 我在醒醒床边坐下 小家伙睡得很沉 明显没受任何影响 屋子的隔音效果很好 但我还是能够听到 女孩委屈的哭声 伴随着哭声 我解锁了许燕周的手机 通话记录最近的一条 来电提醒 重规重矩的备注者 李曼通过电话号码 我直接定位到了 他们的聊天窗口 最近的一次是昨晚 老板 我好害怕呀 别闹 我哪里闹了 我是真的害怕 老板你回来陪陪我好不好 我睡了你再走 你可真敢想 老板 你最好了 你就陪陪我吗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 并且 我就是那个意思 赶紧睡 好 那我明天早上 要吃老板亲自买的奶黄包 我看着时间 这个点 他也在跟我发消息 问醒醒睡了没 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他说他想我了 往前翻内容 其实大同小异 都是李曼在临睡前 对许燕周的聊播 许燕周反应不大 好像是在应付 但每句话都有回应 这样的交流 持续了四天 四天前 许燕周说 行了 住的地方我来安排 李曼 你真是我见过 最能闹腾的 那一次许燕周 是怎么说的 他说 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租的地方还没找好 我总不能不管 他一个女孩子 刚踏入社会 一个人住酒店不安全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这几天我一直住酒店 你要是不信 我们去查监控 我没告诉你 是怕你生气 那些话他乱说的 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大大咧咧嘴上没把门 小孩子不懂事 你别在意 后来我单方面跟他冷战了一周 最后以许燕周辞退李曼并保证 再不和他联系为结束 李曼的所有联系方式 他当着我的面 一一删除 李曼也确实从公司离了职 可现在他怀孕了 我想许燕周瞒着我 大概又是怕我生气吧 妈妈 你笑什么 面对醒醒疑惑的目光 我摸了摸他的头 今天的睡前故事讲完了 我们睡觉好不好 好的 醒醒乖巧地躺了下去 睡前他问我 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怎么了 我好久没跟爸爸睡了 我下次想跟爸爸睡 没问题 妈妈 爸爸为什么每天晚上都那么晚回来 因为他要工作呀 爸爸不在家 就我跟妈妈太安静了 我不喜欢 这话让我心里色了下 也许是夜晚总能放大人的情绪 我摸了摸他的头 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 说是晚归的许燕周 这一夜都没有回来 我睡得很不好 好像睡着了 又好像一夜未眠 早上被闹钟叫醒 头重脚轻 但还是强撑着 送醒醒去了学校 然后拨通了江晓的电话 周延青九点回来的 说辞就是许燕周的那一套 我恩了声 这大概就是他们的交接班吧 你昨天看到 他们是在中心医院对吧 你要干什么 去见见那个女孩 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我心里一暖 但还是拒绝了 江晓沉默了几秒 瑶瑶 你准备怎么办 离婚 不过在离婚前 想拿到一些他出轨的证据 那女孩他会给你吗 不重要 给不给这婚 总是要离的 区别在于 离婚的快慢 和能分到财产的多少 瑶瑶 江晓的声音满是歉意 抱歉 我失效出生 跟你没关系迟早的事 我和许燕周 终究是会离婚的 迟早的事 挂断电话 我接到了许燕周的视频邀请 他满脸疲惫 昨天晚上喝多了 怕影响你和醒醒 就没有回来 没有生气吧 在家 嗯 累得很准备睡一觉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抱着你睡 我还有事你先睡吧 许燕周有些失望 那好吧 你早点回来 我嗡嗡声挂断电话 摇下车窗 及时钟的风吹过来 才压下了我从心底泛起的恶心 许燕周爱妻爱子 温柔顾家 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 他会陪孩子 陪孩子玩 陪孩子补习 陪孩子睡觉 我开车技术不好 只要下雨 不管他多忙 他都会抽出时间 回来接孩子放学 醒醒的家长会 都是他去的 醒醒的课外班 都是他接送 他买了一本书闲暇的时候 会给醒醒做早餐 有时候我忙 他甚至会把醒醒带去公司 至于我 我的电话 他都会第一时间接起 如果我饿了 即使在应酬客户 他也会先把饭菜给我送回来 他会在醒醒上学的时候 拉着我去约会 他会在情人节 给我送玫瑰 许燕周的朋友 经常挤兑他 你说 你干嘛这样 标准拉得这么高 知道我们的生活 有多水深火热吗 至于他们的另一半 都羡慕我 许哥对你可真好 对孩子也好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疼老婆的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 我都只是笑笑 人生不如一之事 十有八九 可与人无二三 许燕周现在的样子 我也只见过不到两年 而今年 是我和他在一起的第八年 李曼妇产科 找到他并没有花多少功夫 我推开VIP病房门时 他正抱着手机眼中 包着泪 我敲了敲门 迎着他的目光开口道 聊聊 李曼的脸色 有几秒钟的空白 他下意识往后退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我轻笑一声走了进去 别慌 既不打你 也不骂你单纯聊聊 我的安抚明显没用 他颤抖着手 按下呼叫铃 你出去我不认识你 不过他的抗拒 我在他床边坐下 还没手术吧 想生下这个孩子吗 现在能帮你的 应该只有我 确定不了了 李曼迟疑了 半晌的静默后 护士推开了门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李曼仿佛下定决心一般的抬头 没事我按错了 护士离开李曼一顺不顺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要帮我 也算不上帮你互惠互利 你把你手上 关于许焰舟出轨的证据给我 我把离婚的进度赶一赶 争取在你孩子出生前 让他爸爸恢复单身 你觉得怎么样 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给的信息量过大 李曼蒙了半晌 然后气笑了 我就说你 怎么会这么好心 原来是奔着我手上的东西来的 我凭什么给你 我皱了皱眉 难道你不希望 我和许焰舟离婚 李曼嘴唇紧敏 死死地瞪着我 你不给我证据我 怎么离婚 那如果我给你了 你不理怎么办 我也笑了 不理 那我拿着证据干什么 自己欣赏吗 万一你是想拿着去威胁许总呢 我哑口了两秒 妹妹 你动动脑子 我已经知道她出轨了 也知道你怀了她的孩子 我还需要拿着别的东西去威胁 反正我不会给你 行 我站起身 那你留着吧 大不了我花上个一两年 慢慢去打这个离婚官司 我耗得起 我的目光落向她的腹部 就不知道你的孩子 耗不耗得起 你站住 李曼仗红了脸 为什么要一两年 既然你都要离婚了 为什么还要拖这么长时间 因为你们家许总不愿意呀 我似笑非笑地看向她 为什么你都怀孕了 她不离婚娶你 却让你打掉 因为她不愿意跟我离婚 不是的 李曼几乎是尖叫出声 她爱我 她喜欢的是我 她跟我说过 她对你只有责任 她只是不想对不起你 一个都出了鬼的男人 你竟然还这么相信 她的道德标准 给你出个主意 你试着逼她跟你结婚 看她会怎么做 我给李曼留下了 我的联系方式 回到家 许燕周还在睡 等她醒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 她晃晃悠悠地到书房 如往常一样 想要凑过来吻我 被我推开 别闹 忙着呢 她睡眼惺忪 扬装委屈地叹气 你变了 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我看向她 实在不明白 一个人怎么可以 假装得这么好 怎么了 她一脸担心我摇摇头 没事 你去洗漱吧 许燕周 狐疑地嗡了声 慢慢吞吞地 转身离开 洗漱完的她 换好了衣服 我晚上有事 就不回来吃饭了 好 那我走了 嗯 有人问过许燕周 如果没有温主摇 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许燕周沉默半赏 那我大概在坐牢吧 很多人都说 绝对不要陪一个男孩子长大 我陪过 高中时因为父母的离异 她变得叛逆 旷课 逃学 我每天都会背着书包 在楼道口等她 等着把当天的作业 和老师讲的知识点 告诉给她 她很烦我 我累了你能不能走 你算老几轮得到你管我吗 你不走 行 那我走 我们僵持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 她往书包里塞了把水果刀 在她冲下那群小混混的时候 我冲出去抱住她 用手握住了那把刀 刀很钝 但还是在我掌心 留下了很深的伤痕 直到现在伤疤还在 许燕周曾经握着我的手 说会一辈子对我好 可现在一门之隔 她正劝着她的情人 拿掉他们的孩子 李曼哭了 我们结婚 你离婚了 娶我好不好 许燕周沉默了几秒 别胡思乱想 你乖乖的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 可是你不是说你喜欢我的吗 你说你爱我 你说 你对家里的黄脸婆 早就没感觉了 慢慢 别闹 我已经给你预约好了明天的手术 拖的时间越长对你的身体越不好 我不要 李曼大吼 这是我们的孩子 你为什么那么狠心 许燕周 你娶我好不好 既然你已经不喜欢她了 那你离婚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留下她好不好 许燕周 你说话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去找她 找谁 许燕周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 慢慢 你闹得太过了 李曼似乎被吓到 哽咽地哭了出来 许燕周淡默道 手术结束后 我会给你两百万 安排你离开 只要你乖乖的 以后工作 结婚都不会受影响 慢慢 留掉一个孩子 不一定要通过手术 这话让我抖了下 李曼的情绪 却好像只有激动 她生生质问 为什么 说爱我的是你 说对她没感觉的也是你 为什么你不能跟她离婚 和我在一起 慢慢 我可以跟你风花雪月 但和我柴米油盐过日子的 只能是温竹瑶 李曼是七点的时候 给我打的电话 原本说不回来 吃晚饭的许燕周 突然回来了 她去接的醒醒 然后辅导她写作业 等到吃完饭 又带着她下去打球了 我明显感觉得到 醒醒很开心 站在落地窗前 我看到醒醒运球 越过了许燕周 一个头栏没进 许燕周摸了摸她的头 像是在安慰她 电话那头李曼说 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 但你要跟我保证 你会跟她离婚 我有些匪夷所思 你还要跟她在一起 在许燕周说了那样的话后 李曼瞬间激动 我不相信她就是放不下责任 她是爱我的 只要她离婚了 她绝对会跟我在一起 行 祝你好运 挂断电话 我通过了李曼的好友申请 下一秒 一张张照片 一个个视频 被传送了过来 我随意点开其中一张 照片里 李曼对着摄像头 轻咬着许燕周的嘴唇 许燕周目光下瞥 似是无奈 下一张她面向许燕周 跨坐在她腿上 对着镜头比了个耶 再一张是许燕周的独照 她躺在床上熟睡着 被子盖到胸口 裸露在外面的肩膀 什么都没穿 我想再往下翻手 却一软手机 啪哒掉在了地上 我低头看着屏幕碎裂的 手机扮上 然后缓缓弯下腰 将它捡起 我不应该跟许燕周结婚的 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 是在我怀孕的时候 那时候她忙 忙着创业 忙着赚钱 忙着全国各地到处 跑我体谅她 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产减 省吃减用 这些我都撑下来了 我的崩溃 是在一次她出差回来 晚上跑高速我很担心 一直熬着没睡 就是等她报一个平安 然后早点回来 我等啊等 最后在她下高速后的一个小时后 看到了消息 群消息 她在朋友群里说 安全到达 老地方 有时间的都来我包场 她到了 没有给我发消息 没有第一时间回家 我颤抖着 给她打过去电话 我质问她 为什么 许燕周的父母离异后 都不太管她 她曾说 以后哪天我死了 都不会有人发现 我说不会的 至少有我 所以即使在我们冷战的时候 我也会在她夜不归宿的时候 给她打电话 我怕她出了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我担心你 连一个电话都不敢给你打 怕影响你开车 你却连到了 都不愿意告诉我一声 她说她忘了 她记得给朋友发消息 却忘了给妻子报平安 真荒谬 面对我的质问 她沉默了 接着挂断了电话 拉黑删除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那时候 我怀孕五个月 因为孕早期 有流产的征兆 我辞职在家 因为害怕给父母增加负担 我一个人住 我崩溃过 也觉得自己抑郁了 我抱怨过 但都咬咬牙撑过去了 我以为她能给我依靠 但外面的花花世界太精彩 家里的柴米油盐 似乎成了非常不值得一提的一小部分 我越来越讨厌这样 于是我提了离婚 那是我第一次跟她提离婚 哄得醒醒睡着 许燕舟从儿童房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九点四十 她撑着电脑桌含笑问我 饿不饿 要不要点外卖 许燕舟 嗯 我们离婚吧 这是我跟许燕舟提的第三次离婚 第一次提的时候 她暴怒 冷冷地看着我的肚子 离婚 行啊 先把孩子打掉 第二次提的时候 她沉默 当天就带着我去了民政局 第三次 她无奈一笑 我又做错什么了 你说我改 这两年许燕舟对待我的情绪越来越平和 我生气也好 发火也罢 她不会再转身就走 也不会再干拉黑山除的事 她总是很耐心地跟我聊 直到把事情说明白 多完美的丈夫啊 可是许燕舟 我知道你出轨了 出轨对象是李曼 她还怀了你的孩子 我把手机推到了她面前 上面是他们在摩天轮的最顶端接吻的照片 我想最讽刺的就是这张照片吧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位置 她也吻过我 她的爱就像是在批量生产 照片的出现 让许燕舟的脸色沉了下去 她找你了 没有 我找的她 所有的照片视频也是我找她要的 许燕舟握紧了拳头 深吸一口气 摇摇 她不会影响到我们 我会送她走 这个孩子也不会留 不 我建议你留着 许燕舟正住 因为离婚后 我会带走醒醒 许燕舟的脸色很难看 她转身走出去几步又回头 再次撑着桌子面对我 瑶瑶 我的错 我不做任何辩解 我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只要不离婚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许燕舟 别这样 我找李曼拿你的出轨证据 不是为了证实你出轨 我是想告诉你 如果你不老老实实 跟我把这个婚离了 我不确定 我会拿着这些东西干什么 瑶瑶 别叫我 我们就是论事 我们不谈感情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 财产的分配 孩子的抚养权抚养费就这 算我求你了 我只想用最理性的方法 以最快的速度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然它会影响我的生活 影响我的工作 我儿子在房间里睡觉 我就算情绪崩溃到顶点 也不能大哭大闹 我儿子还要上学 除非天塌下来 不然我必须保证 自己明天早上七点能起来 还有我欠的话稿 交稿的时间就这两天 我必须按时完成 许燕舟 我不觉得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们还有聊感情 聊机会的必要 纠缠下去 只会让事情更难看 到时候撕破了脸 唯一受罪的是醒醒 你如果真觉得自己错了 你就放过我 我们把婚离了 我态度坚决地要离婚 许燕舟态度坚决地不肯离婚 谈不下去 我冷下脸 我带着孩子不方便 你先搬出去 什么时候你同意离婚了 我们再来谈这个房子的归属 许燕舟颓然看我 可是摇摇 我能去哪 又是这样的话 曾经无数次 失望 难过 伤心的我因为他说这种话 而软下心肠 他说他没有家 我说 那我给你一个家 只要我在你就有家 我践行着自己的承诺 生怕让他少了一分关心和在乎 生怕他为此而难过和伤心 明明先违背承诺的是他 他却还来助心 滚 早上闹钟声响 我叫醒醒起床 主卧的房门也开了 许燕舟揉了揉眉心 我送醒醒去学校 我看了他一眼 行 送完醒醒 许燕舟给我带了碗馄饨 中午想吃什么 我去买菜 我眉里他提着馄饨进了书房 又顺手关上门 直到房门紧闭 许燕舟都站在原地看着我 后来关门声响 再次开门是半个小时后 十一点左右 厨房传来了响动 十二点半许燕舟敲门 哦不饿 我做好了饭菜出来 吃一点吧 我烦躁地闭上眼睛 打开门差点 和门外站着的许燕舟撞上 他冲我挤出一个笑 我买了秋葵 今天的很新鲜 还有 他话还没说完 我绕过他 拿着钥匙出了门 许燕舟的行为模式 似乎已经固定 犯了错就守着我伏地坐小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直到我气消 然后他就固态赴盟 曾经我很吃他这一套 后来试着不去在乎 现在有些厌烦 我开车出门 在外面待到了四点半 然后回家 许燕舟四点的时候 给我发了消息 我去接醒醒放学 等我到家醒醒 正在写作业 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 爸爸说 晚上给我做三色饭团 你去哪里了 爸爸说他惹你生气了 你原谅他好不好 他知道错了 我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 赶紧写作业 妈妈买了杨梅 写完了就能吃 好 许燕舟就这样 守了我三天 他做饭洗衣 打扫卫生 给我端茶倒水 哄着我说话 他的手机响了很多次 我的也是 李曼快要崩溃了 联系不到许燕舟的他 给我发了一条 又一条长达60秒的语音 我听了其中一条 你生事后悔了 温竹摇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骗我 我跟你没完 我爱许燕舟 我会生下跟他的孩子 你要是敢骗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条语音 我是当着许燕舟的面听的 也当着他的面回复了 放心 你当成宝的东西 我现在只想甩掉 许燕舟默默地看了我许久 最后抢笑着 把削好的芒果放到我面前 第三天星期五 醒醒放了学我问他 要不要去外公外婆家过周末 醒醒眼睛一亮 当然要了 许燕舟说 那我送他过去 不用了 我送 你在家等我 我把醒醒送了回去 叮嘱他 乖乖地周天再来接他 我爸妈没有看出任何异常 只询问我 周末过不过来吃饭 不过来了 赶稿子 耐心自己多注意着身体 我回到家 是一个小时候的事 一推开门 就闻到了浓重的烟味 许燕舟坐在沙发上捶着头 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把刚打印出来的离婚协议书 放到了茶几上 因为你出轨夫妻共同财产 我拿八成 孩子归于我 抚养费 你愿意给多少 你自己填 具体的内容 你可以慢慢看 哪里不满意 我们商量着改 一定要这样吗 不然呢 许燕舟吐出一口浊气 他把离婚协议书揉成团 扔进了垃圾桶 我不会离婚 好 那下次我递给你的 就是法院的传票 同时你出轨的证据 你的朋友 你的客户会人手一份 许燕舟猛地抬起头 这三天下来 他颓丧了很多 眼中满是血丝 我承认我做了一件 很错的事 可是瑶瑶 我从来没有想过 跟你离婚 就算为了醒醒 你就不能给我一次 百过自新的机会吗 我难耐地闭上眼 同时也想捂住自己的耳朵 你一直都说 你想再要一个女儿 许燕舟我问你 如果你女儿将来的丈夫 和你一样 你会怎么跟她说 告诉她 没关系 只是出轨了而已 还可以原谅 还可以给她机会 将心比心 如果出轨的是我 如果和别人上了千百次床的是我 你会再给我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我给了许燕舟 一晚上的思考时间 这一夜 她一直坐在客厅里 等到第二天天亮 她低哑着声音说 好 我们离婚 许燕舟用一天的时间 搬走了她所有的东西 她问我 你准备怎么跟醒醒说 我知道她真正想问的是什么 于是我说 我怎么告诉醒醒 取决于你的态度 我并不想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 就告诉她 她爸爸出轨了 但是 如果她爸爸 要把离婚的责任 往我身上甩 我也不介意 给我的孩子 上一堂永生难忘的课 许燕舟看着我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哪样 许燕舟讽刺一笑 你好像一点都不难过 我没说话 许燕舟也没再开口 她转身向电梯走去 许燕舟我最难过的时候 是我最爱你的时候 海诗山盟能维持多久呢 一开始我以为是天长地久 后来我觉得是三五年 直到最后 我想大概也就是那一刹那吧 那一年 许燕舟没有和我考上了 同一所大学 她甚至没有去上大学 而是跟着别人开始做生意 我们也没有走到一起 就这样分道扬镳 我以为 我们的故事已然结束 可在我毕业那年 她出现了 可以和我在一起吗 我知道你单身 我知道你这四年一直单身 我也一样 不答应也没关系 那在追求你的人当中 我能不能求为优先权 她说虽然我跟她四年没见了 但她每年都会来见我 只是一无所有 不敢来找你 她说她拼了命 就是想要更快地站到我面前 她怕晚了就来不及了 还好我没有迟到 那时候我是真以为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我和许燕舟要离婚的是 没打算瞒着谁 也瞒不了 去接醒醒的时候 趁着她看动画片 我告诉了我爸妈 他们沉默了很久 我爸率先站起身 离就离了吧 有我们在 也饿不着你和醒醒 我想笑来的 却鼻子一酸 连忙低下头 我妈叹了口气 你要想好 她毕竟是醒醒的亲生爸爸 真正能为醒醒好的 只有她 其他男人再怎么样 也做不到 亲生父亲的那一步 我知道 这话 在我第二次提离婚的时候 我妈也跟我说过 她说爱不爱的 其实不那么重要 两个人到最后 都是打火过日子 不要太去在乎她 能给家里赚钱 能帮着抚养孩子就可以了 于是在提了 第二次离婚后的后两年 我一直把许燕舟 当做一个工具人 可她却连一个工具人 都做不好 带着醒醒回了家 躺在床上 我跟她说 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 怎么了 妈妈和爸爸离婚了 醒醒睁着大大的眼睛 看我 半天没说话 可却在我叫了她一声后 哭了出来 没有大哭 憋着嘴眼中 包满了泪 醒醒 怎么了 她挖得哭出声 我不想要爸爸走 醒醒闹得太厉害 她的状态吓到了我 没办法 我只能打电话 把许燕舟叫过来 并警告她 不要给她承诺 说爸爸妈妈不会分开 你只需要告诉她 即使离婚了 你也是她爸爸 许燕舟哄好醒醒出来 我站在阳台面 我站在阳台面无表情 瑶瑶 我回头冷冷地看着她 我第二次跟你提离婚 你甚是觉得 是你哄好我的 那段时间我带着醒醒 住在我父母家 你每天过去 陪醒醒玩 陪醒醒闹 有一天 你因为工作上的事 提前走了 醒醒拖着她的小推车 一直在电梯口徘徊 谁叫都不肯进去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想爸爸了 那一年她四岁 她第一次 对我说她想爸爸了 于是我改变了想法 只要你不犯 原则性的错误 我们就这么凑合下去 可连这一点 你都做不到 许燕舟 我从来没有 对一个人这样失望过 周一 我和许燕舟 去了民政局 做离婚登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许燕舟每天都会 在醒醒放学的时候 去接她 把她送回家 然后跟她说再见 周末也会抽出个一天半天 带她出去玩 我们再尽量告诉她 离婚是爸爸妈妈的事 对她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爸爸还是她的爸爸 爱不会少半分 醒醒的情绪还是会偶尔的低落 但我知道她总会接受 就像她总会长大一样 许燕舟的状态不太好 我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 比如小三逼婚逼到了公司 比如推嗓中小三摔倒 李曼肚子里的孩子 最终还是没有保下来 这直接刺激得她崩溃了 自己种的果 最终还是需要她自己去尝 她没了那么多时间 只能给我打电话 说抱歉不能陪醒醒 我笑了笑 没事 我提离婚前 你陪醒醒的时间 不比现在多 在许燕舟被人人称颂的这两年 她一直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可在我看来挺没意思的 正常的人外面的事情忙完了 就可以回家了 许燕舟家里的事情忙完了 她就可以出去了 她确实随叫随到 我让她做的任何事 她都会做 可也仅限于此 我没要求的 她不会多做一件 所有的都是任务 没关系 任务就任务吧 完成了就行 毕竟你对一个工具人 还能有多高的要求 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很快就到了 去的前一晚 我给许燕舟发了消息 让她准时到 出发的早上 我再次打电话提醒了她 她沉默良久 放心我不会爽约 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我真心地笑了 一直压在心上的阴霾散去 整个人都松快了起来 我转身离开头也不回 我不知道 许燕舟在我身后 看了我许久 我也不知道 她在我走后 疼得落了泪 弯了腰 路过的行人问她怎么了 她说疼 哪里疼 哪里都疼 看到温竹瑶那样笑着 她想起了高中时 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 那个义无反顾 奔向她的女孩 她把她弄丢了 翻外 李曼和许燕舟纠缠了很久 许燕舟离婚了 他们可以在一起 可以再有一个孩子 为什么不行 明明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了 可许燕舟不搭理她 甚至自己脱光衣服 站在她面前 她都没有多看一眼 而是抽着烟门声说 你跟我谈爱情 当初你傍上我 不是因为钱吗 那一瞬间 李曼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 是因为钱吗 不是的 许燕舟帅气沉稳 那样一个高大周全的男人 让初出社会的李曼 生了几分想要占有的心 一开始 她就是撩拨许燕舟没有拒绝 她知道自己有机会 就乘胜追击 可是许燕舟的态度 一直模糊不定 于是趁着她醉酒李曼 脱光衣服爬了床 事后 许燕舟给了她一笔钱 说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李曼觉得好笑 这档子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开了婚的男人那就是恶狼 就这样李曼和许燕舟搅和到了一起 李曼一直觉得 只是她和许燕舟遇到的太晚 不然就不会有温竹瑶的戏份 她从来没想过 当她和温竹瑶放在天平上时 许燕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温竹瑶 离了婚的许燕舟就像丢了婚 李曼哭着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推嗓间那个挂在后视镜上的平安符被李曼扯断了 几乎没有犹豫 许燕舟一巴掌打在了李曼脸上 她目露凶光恶狠狠地大吼 滚 平安符断了穗子掉了 许燕舟颤抖着手去捡 心脏醋针扎一般的疼痛再次袭来 她白了脸牙关紧咬 口腔里弥漫了铁锈味 这个平安符是温竹瑶秀给她的 在她怀孕的时候 她一针一针锈的 她说许燕舟经常出差 她担心 于是去庙里求了张平安符 就夹在这个平安符里 虽然是心理安慰 可我现在也不能陪着你 只能求神拜佛了 许燕舟换了很多辆车子 但这个平安符一直留着 为什么要留着 为什么不换一个 许燕舟说不出太具体的原因 只说这是妻子的心意 但其实潜意识里 她应该明白 给她绣平安符的温竹瑶 是最爱她的温竹瑶 假如这个换了没了 就不会再有下一个 温竹瑶不会再给她绣平安符 不会再给她生孩子 也不再爱她 那是温竹瑶第二次提离婚 因为什么事 许燕舟已经忘了 她只知道自己很生气 直接带着温竹瑶 就去了民政局 他们取号排队 直到轮到他们 温竹瑶都没有开口挽留 许燕舟突然反应过来 温竹瑶没有在闹 她是真的要离婚 可是为什么呢 她不明白 温竹瑶是怎么说的 她说 最苦最累的日子 我已经熬过来了 我凭什么还要受这份委屈 那一次温竹瑶说了很多 说她多年的委屈 说她的辛苦 说许燕舟对不起她 说她已经心灰意冷 那些话 当然许燕舟并没有听进去 直到现在 在她彻底失去温竹瑶的时候 她忍不住开始回响 当时因为仙兆流产 温竹瑶辞了职 许燕舟说 没关系我养你 她一直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 她给温竹瑶的 只多不少 可是温竹瑶还是会经常因为钱的事 跟她吵跟她闹 你就不能主动给我嘛 每次都让我要 我不喜欢手心朝上 我花的也都是必须花的 我没有乱花钱 许燕舟觉得烦 全是钱 她少她钱了 不就是忘了 晚几天有必要斤斤计较吗 可后来在第二次提离婚的时候 温竹瑶说 我永远记得我们那次出去吃饭 你再回消息就让我结账 我说我没钱了 你突然看向我说 我不是刚给了你一万吗 一万那是你三个月前给我的 我的产检费 营养费 生活费 家里的开销 全在里面 你的那个眼神啊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生完醒醒 温竹瑶就没再找她要过一分钱 其实 许燕舟是从温竹瑶开始工作才后知后觉的 做什么工作 给小说画封面一张八块 给文创画插画一张十块 给别人画头像一张五块 就这么零零碎碎的 除了带醒醒她就在干这些 许燕舟没管随她折腾 她以为这是温竹瑶的消遣 可是温竹瑶说 我要带醒醒 醒醒睡着了我才能工作 有时候赚个三五十 有时候赚个七八十 要是一天能赚到一百 我做梦都能孝醒 我又不是没给你钱 那是你的 温竹瑶说 当我赚到人生的第一个五十万 我就想离婚了 因为我可以不用靠你就能养活醒醒 温竹瑶真正赚钱 她从接商单开始 稿费从一张图八块 到一张图八千她用了半年 醒醒三岁的时候 她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五十万 醒醒四岁她提出离婚 仅仅是因为钱吗 不是的 是因为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 温竹瑶太乖了 她总是顺着许燕舟 她不会责备许燕舟晚归 也不会怪罪许燕舟爽约 许燕舟是可以不用陪她的 她出去喝酒 打牌 应酬 即使彻夜不归 温竹瑶也能理解 她听到过温竹瑶跟她父母打电话时说 她一个人又没有家里人帮衬挺难的 我知道她不是每一次出去都是有正事 可她压力也大也需要放松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还需要她天天陪我 一开始许燕舟很愧疚 后来慢慢久了她就习惯了 习惯到一次又一次地忽视温竹瑶 习惯到即使他们有了孩子 她还是维持着之前的状态 温竹瑶从最开始的从不提要求 到后来开始提要求 又慢慢地不再提要求 她的爱慢慢上升到顶峰 又慢慢回落到谷底 就像她说的 当我还对你有要求 是因为我还想挽回 还想继续 可后来我没了要求 我也不想继续了 温竹瑶已经心灰意冷 许燕舟却以为他们的婚姻 进入了平稳期 那样的平稳 舒适是乏味而又单调的 于是一次出轨 就让她食髓之位 她从没想过跟温竹瑶离婚 她只是调剂 消遣一下 最后跟她柴米油盐过日子的 只会是温竹瑶 可是许燕舟不知道 温竹瑶早就不愿意 跟她柴米油盐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